长期研究治疗阿兹海默症的 美国里莱制药公司 在星期一公布的实验数据中披露 他们旗下的实验药物 能够减缓轻度病患恶化 疗效高达60% 那遗憾的是这项卓越的疗效 没有办法出现在晚期病人的身上 同时还无法克服 造成患者脑肿和脑溢血的问题 那根据里莱公司的报告 比起5月份的研究 目前群体治疗在减轻认知退化的成果 已经明显上升了两倍 那无论如何 依然是没有对晚期病患 以及那些脑内的 滔蛋白水平过高的病患起色 此外药物所造成的脑肿和脑溢血副作用 分别出现在4成和3成的患者身上 更有3名病患在接受治疗期间试试 请不吝点赞 Pepper